第一章思想的力量 激发潜能的动力之源 人的想法是物质性的 事实的却如此 而且当想法与明确目的 毅力和一种炽热欲望混合时 就会成为强有力的物质 因为此时 它们 能转变成财富或其他有形物体 通过思想与托马斯 给爱迪生共通的人 人的却能思考致富 爱德温 西 巴恩斯发现这个道理是多么真实 他的这一发现并非一下子得到 而是一点点鸡肋而形成 从一开始的赤 热欲望 逐渐变成伟大的托马斯 爱迪生的事业伙伴 巴恩斯的强烈欲望 有一个鲜明特色 就是他的明确性 他希望与爱 敌生共事 而不是为爱敌生做事 不妨仔细看看文中怎样描写他将欲望 变成现实的方法 之后 你将对引领你获得财富的十三条元 则有更深厉 解 当这种欲望 思想冲动 第一次在他脑海闪现时 他还不具备将想法付诸实施的条件 有两大困难挡住他前进的去路 第一 他不认识爱 迪生先生 第二 他买不起去新泽西州奥伦骑士的车费 这两个困难足 已让大部分企图梦想成真的人杀鱼而归 但是 他的欲望可不是普通的 愿望 他早就下决心要千方百计时限这一愿望 甚至最终决定做梦冠 车前往而不是甘于失败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梦冠车 不妨认为他 是坐运货列车前往东奥轮骑的 他来到爱迪生先生的办公室 宣布此行目的是与这位大发明家共 是 多年后 爱迪生先生谈到第一次见到巴恩斯的情景时说 他站在 我对面 看上去像个平平常常的流浪汉 但脸上却表现出某种东西 给 人传递着一种 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印象 根据多年与人交往的经验 我 知道 当一个人对某件事物的渴望 真正强烈到愿意拿整个未来为筹码货 的他的时候 他必定会取得成功 他给了他机会 满足了他的要求 因 为我发现他决心已定 不达目的是不罢休 之后发生的事证明 我在处 理这件事时没有犯任何错误 年轻的巴恩斯在当时到底向爱迪生说了什么 与他想了什么相比 已经远远不重要了 连爱迪生自己也这么说 吉利巴恩斯最早站在爱迪 申办公事的肯定不是这位年轻人的长相 因为从这一点来说 显然对他 不利 重要的是他在想时吗 如果能将这句话表达的含义传递给读到他的每一个人 那么大家就 不必在读本书于下的内容了 巴恩斯并不是第一次见到爱迪生时就实现了与他共事的愿望 他却 时得到了在爱迪生办公室工作的机会 拿着为不足道的薪水 做着对爱 迪生而言无关紧要的工作 但是这种工作对巴恩斯却无比重要 因为这 使他有机会向众议已久的合伙人展示自己的商品 几个月过去了 显然 巴恩斯渴望已久的目标看不到半点实现的可 能 而他早就下决心要将这个目标做为自己的明确目的 但是 巴恩斯 的脑子里正在发生一件重要的事情 他日复一日地强化着自己的欲望 那就是 成为爱迪生的事业伙伴 心理学家曾说 当一个人真正为某件事做好准备时 这件事便会 露出自己的真面目 这句话没有错 巴恩斯已经未成为爱迪生的事业 伙伴做好了准备 而且还下决心继续准备下去 直到得到自己滋滋以求 的东西为止 他并没有对自己说 算了吧 这有什么用 我还是改变想 把 找一份推销工作得了 而是说 我到这里来是为了与爱迪生共 是 即便这个目标需要付出于身去争取 我也要实现它 它已经豁出 去了 如果人们都树立一个明确目标 然后不遗余力地支持这个目标 直到它让你魂牵梦绕 寝食不安 那么我们的人生会得到怎样的感谢 啊 也许年轻的巴恩斯当时并不懂得这一点 但是他那坚定的决心 为 实现单独一个欲望不顾一切的毅力 注定会摧毁一切障碍 为自己迎来 梦寐以求的机遇 机遇来临时 它出现的形式和方位都出乎巴恩斯的预料 这是机遇 狡诈性的体现 机遇有个狡猾的习惯 喜欢从后门悄悄溜进来 往往还 喜欢以灾难或暂时失败的方式乔装露面 也许这正是太多的人认不出击 遇的原因吧 爱迪生先生刚刚改进了一众新式办公设备 在当时称谓爱迪生口 兽机 他的推销员对这种机器的推销并不热情 因为他们不相信这种 东西能够不费力地卖出去 但巴恩斯却认为是天赐良机 机会捏手捏脚 的爬进来 藏在一种样子奇特的机器背后 除了吸引巴恩斯和爱迪生者 为大发明家的兴趣之外 他对任何人都没有吸引力 巴恩斯知道自己能卖出爱迪生口售机 他将内心的想法向爱迪生 和盘托出 很快便得到了机会 他确实卖出了机器 事实上 他的推销 即位成功 以至于爱迪生给了他一纸合同 让他在全美范围内配送并销 受这种机器 他们在这次成功商业合作中 使用的推销广告是 爱迪生发 名 巴恩斯组装 巴恩斯从这次合作中赚了很多钱 不过 他取得的成就要远远比这更伟大 他证明了一个人的却可以思考致富 巴恩斯最初的欲望到底为他带来多少实际收益 这一点我无从的 知 也许给他带来了两三百万美元 但是不管是多少钱 其数目与他通 过某个信念得到的更多财富相比 都显得唯不足道 这种信念已明确地 知识出现 即 无形的思想冲动可以通过运用以支援 则转变成客观形 动 并取得合一成果 巴恩斯拥有的不过是一个想法 与伟大的爱迪生合作 他要通过想 向来获得一大笔财富 他一开始两手空空 但是有一点 他知道自己想 要时么 并且决心不惜代价支持这个愿望 直到将其变成现实 他完全靠自己白手起家 他受到的教育很少 没什么影响力 但却 有主动的精神 不屈的信念和求胜的愿望 凭借这些无形的力量 他使 自己成为当时健在的最伟大发明家 最倚重的人物 现在 让我们再看看另一种不同的情形 分析一个本来完全可以用 有巨额有形财富的人 是怎样由于与追求的目标上 有三英尺之遥时选择 放弃 从而与这笔财富失之交臂的 离经矿井有三英尺远 失败者之所以失败 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在遇到短暂挫折时习惯于放 气 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因为犯过这样的错误而追悔莫及 而 U 打笔长大后成了美国最成功的保险推销员 他曾向我讲过他 叔叔的故事 打笔叔叔在盛行淘金热的年代也想圆自己的淘金梦 于 是到美国西部挖掘黄金 劳动致富 他从未听说过从人脑开采出来的 黄金要比地球上能挖出的所有黄金都多得多 辛勤工作三周之后 他终于得到了回报 他发现了闪闪发光的金 矿 但是他需要用机械设备将矿石运到地面 此时 他悄悄将矿石葬 好 沿原路回到位于马里兰州威廉斯堡的家中 将这一重大发现 告诉 了亲戚和几位邻居 大家凑齐了钱 买来所需的机械 并通过海陆运 书 之后 叔叔和打笔又回去找矿石去了 第一车矿石挖了出来 并用船运到一个冶炼厂 冶炼出的黄金表 明 他们拥有科罗拉多最丰富的金矿 随后又运了几车矿石 还清了船 运费用 接下来的索德可就是纯粹的暴力了 下去的是钻探机 上来的可是打笔和叔叔的希望 然而就在此时 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金矿的矿卖不见了 他们已经挖到金矿纹里 的最底层 再往下就没有了金矿 他们继续向下挖 拼命想发现已经湿 去的矿卖 但却无济于事 最后他们决定放弃 他们以几百美元的价格 将机械设备卖给一位 救货商 然后坐火车回家 有些救货商很愚蠢 但是这个家伙缺一点 也不傻 他找来一位采矿工程师时的考察矿藏 并且做了一些计算 工 城市认为这次采矿工程是失败的 因为业主不知道失效层的存在 他的计算显示 只要顺着打笔书值停止 采决的地方在向下三英尺 就能发现新的矿卖 而他们恰恰从这里采出了黄金 这位救货商之所以 从这座矿井的金矿中赚取几百万美金 是因为他非常清楚 在放弃之前应该先求助于专家 购买机械的钱多半都是通过 当时尚且年轻的R U 达笔的努力才借到的 这些钱来自他的亲戚和林 G 因为他们相信他 尽管事情发生在多年以前 但他仍然分文不少的 还清了债务 很久以后 达笔先生加倍弥补了自己的损失 因为他通过这件事发 现 欲望能够转变成黄金 这个是在他从事人受保险业之后才发现的 达笔曾经因为黎金矿仅有三英尺时半途而废 从而丢掉了唾手可的 的一大笔财富 达笔将这一教训牢记于心 之后便在选定的事业上有所收获 他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对自己说 我曾经在黎金矿只有三英尺 石停了下来 但我永远都不会再因为我劝说别人买保险时说 不 他将自己的认定归功于那次淘金过程中由于放弃而汲取的教训 多数人在成功之前肯定会遇到许多暂时的挫折 甚至可能是一些失 拜 面临挫折时 最容易做 最合乎常理的做法就是放弃 大多数人恰 恰就是这样做的 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500多位名人都向作者讲述了各自成功之道 他们说 他们最伟大的成功仅仅是由于在被失败笼罩的时刻又向前迈了 一大步 失败是一个狡猾的骗子 对于愚弄和欺骗非常在行 当成功己 忽敬在咫尺时 他已又使我们犯错位最大快乐 为五十美分而坚持不懈 达比先生从倒霉大学 毕业并决心从采金矿的经历中获益后不久 就有不错的机会出席某个场合 这个场合向他证明 不不一定表示否 定 一天下午 他帮叔叔用一架破旧的魔房斩小麦 叔叔经营着一个大 农场 靠出租农场卫生 有许多电农 门径悄悄的开了 一个小孩 一位电户的女儿 走进来 在门附近 的位置站定 叔叔抬头看到了孩子 粗暴地向他大吼 你来干食吗 女孩毕恭毕敬地回答 妈妈说 让你给他拿五十美分钱 我可不会给 叔叔反唇相机 你现在赶紧回家吧 好的 先生 女孩答道 却纹丝不动 叔叔继续埋头坐着手头的事 忙得没怎么注意这个孩子 无暇观察 他的一举一动 当他抬起头 看到他仍然站在那里时 就朝他大喊 我不是叫你快回家吗 快滚 要不我可要揍你 小女孩说 好的 先生 但是仍然纹丝不动 打笔叔叔放下一袋 正准备倒进 抹粉机漏斗的小麦 抄起一根木桶板 向小姑娘走去 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说 你麻烦大了 打笔屏住呼吸 他觉得自己肯定要目睹 一顿暴揍 因为他知道叔叔 的脾气十分暴躁 叔叔快走到 小女孩站立的地方时 女孩立即向前迎上 一步 直勾勾地盯着他的眼睛 用尽力气用刺耳的声音叫起来 我妈 妈必须拿到那五十美分 打笔叔叔站住了 阵阵地打量他片刻 然后慢慢地将木桶板放到的 上 将手放进衣袋 拿出半美元给了他 小女孩拿着钱 缓慢地退向门口 目光一刻也没有从这个他刚刚针 扶得男子汉身上离开 他走了之后 叔叔坐在一个箱子上 向窗外看着 天空足足有十分钟以上 他心中充满敬畏 想不通自己刚才为什么会去 浮于如此柔弱的一个小女孩 打笔先生也在思考 在全部的人生经历中 他第一次看到一位电农 的孩子机智地左右着一个微风凛凛的成年人 他是怎样做到的呢 叔叔 身上发生了什么事 使得他失去原本暴虐的本性 变得像羊羔一样温顺 听话 这个小孩用了什么奇特的力量 使东家对他言听计从 这些问题 以及其他类似问题 在打笔的脑海里闪现 但是他直到多年后向我讲述这 个故事时才找到答案 巧合的是 打笔向作者讲述这个不寻常的故事时 恰恰就在那个老 魔方 与打笔叔叔经历那次 惨败时的现场完全一样 我们站在那间破 旧的老魔方时 打笔先生复述了这个不同寻常的征服故事 最后问 我 你能解释这件事吗 那个小女孩用了什么奇特的力量完胜了我叔 叔 他提出的这个问题的答案 能在本书描述的原则中找到 回答是冲 分而完整的 答案中包含的细节和指示足以使任何人恍然大悟 而且答案运用了那个小女孩偶然发现的同一种力量 只要保持思维的敏锐性 你就能准确地发现是什么奇特的力量拯救 了那个小女孩就能在下一张撇见这种力量 在本书某处 你将发现一 种思想 它会提高你的领悟能力 使你能随意支配同一种不可抗拒的力 量 让它为你所用 你也许在第一张便能认识到这种力量 也可能在随 后某一张中 这种认识才会在你的脑海里闪现 它产生的形式可能是一 各独立的想法 也可能以计划或目的的面目出现的东西 同样 它可能 促使你追溯过去经历的挫折或失败 让某些教训浮出水面 通过这些教 训 你能经由失败而重新得到失去的一切 当我向达比先生描述那个小女孩无意中运用的力量时 她立即追溯 其长达三十多年担任受险推消员的经历 并且坦率地承认 说她在保险令 欲取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从那个小女孩身上学到的教训 达比先生指出 每次当某个准这两次戏剧性的事件之所以让她获益 是因为她分析它们 并汲取其中 的教训 但是 那些没有时间或不喜欢向失败学习 不能从失败中寻找 成功获至圣真谛的人 又该怎么办呢 他们到哪里去学习 他们怎样学 习反败未胜的艺术 将失败变成获得机遇的跳板 为回答这些问题 作者写了这本书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描述13条原则 不过请记住 阅读时 那些使你 深思生命奇特之处的问题的答案 也许能在你自己的脑海里出现 起行 是可能是你阅读时突然奔出的某个想法 计划或目的 人要想获得成功 只需要有一个合理的想法就足够 本书描写的原 则包含了我们所知道的最有效 最实用的成功方法 他们都与形成有益 想法的方式和手段有关 在进一步描述这些原则之前 相信你有权听到这样一条重要提示 财富开始降临时 前来的速度是那样快 数量那样多 以至于我们想不 通在过去那些骆驼的日子里 他们都躲到哪里去了呢 这种说法让人吃 今 尤其当我们思考 财富只降临给那些努力工作 不懈奋斗的人生 上 这种流行看法时更是如此 开始思考致富时 你将发现 财富最初是一种带有明确目的的精神 状态 根本不需要你付出多少艰辛劳动即可获得 和所有其他的人一 样 你肯定也想知道 怎样才能进入能吸引财富的精神状态 我花了25年 时间用于研究致富的根源 分析了25000多名成功人士 因为我也希望 知道有钱人是怎样变得如此有钱的 没有这样的研究 本书就无法写成 在这里 请注意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 大萧条始于1929年 之后持 续发展 成为一场空前的浩劫 直到罗斯福总统入主白宫之后才得一劫 数 之后 萧条逐渐消失的无影无踪 就像一名电工在剧院依次打开一 斩斩电灯 在你发现之前黑暗便变成光明一样 恐惧 这个单词的拼 写 在人的头脑里也是逐渐消退并变成信念的 不妨再细观察 一旦你掌握了这些哲学原则 开始按照指示运用着 些原则 你的经济地位就开始上升 你接触到的每一种事物都开始直接 变成一笔能为你所用的财产 不可能吗 完全可能 人的一个主要弱点就是普通人对 不可能这个词太熟悉 我们了解 所有不管用的原则 知道一切办不成的事 那些寻求成功原则 愿 一拿所拥有的一切换取这些原则的人 最适合读这本书 多年前 我买了一本精美的字典 拿到手之后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 示翻到不可能 这个词锁在页面 将它从字典里整齐地剪下来 对你来 说 做这种事应该算不上不明智吧 成功只会降临在那些 具有成功意念的人身上 失败降临到那些听任 自己拥有失败意念却无动于衷的人身上 本书旨在帮助所有寻求成功意 念 希望掌握一门伟大的转换艺术 将自身思维从失败意念转变到成功 意念上去的人 形形色色的人身上都能找到另一个弱点 这一弱点是一种坏习惯 即按照自身印象和看法来衡量每件事 每个人 本书的读者中有些人 坚信谁也无法通过思考而致富 他们无法按照致富的标准来思考 因为 他们的思考习惯始终都浸泡在贫穷 匮乏 悲惨 失败和挫折当中 许多目睹亨利 福特发迹的人都妒忌他 并将福特的成名归因于有 福气 有运气 有天赋 也许每十万个人当中 只有一个人了解福特成 功得真正奥秘 而这些真正知晓这一奥秘的人却非常谦逊 或者不愿意 说出来 因为他们觉得它太简单 一件简单的事就能完美地阐释这 条 秘诀 福特决心制造如今文明侠尔的V8发动机时 决心设计一个引擎 将全部八个气缸模块全部放在一个机组当中 于是 他命令工程师为这 总引擎设计一套方案 方案设计在纸上 但是工程师却坚信根本不可能 将八个气缸内燃机组全部放到一个引擎里 福特说 不管怎么说 都要把它造出来 工程师们回答 但是 这根本不可能 继续努力 福特命令到 不要停止尝试 直到取得成功 不要 考虑花多长时间 工程师们只好继续努力 如果还想继续在福特的公司做事 他们除 了勇往直前别无选择 六个月过去了 工作毫无进展 又过去了六个 月 仍然一事无成 工程师们尝试了一切能够想出的办法贯彻福特的纸 是 但是似乎还适应了那句话 不可能 这年年底 福特与工程师们共商大计 和以前一样 大家告诉他 说 根本没办法将他的命令落到实处 静止前进吧 福特说 我想要得到他 我会得到他的 他们只好继续努力 随后 就像突然间变戏法式的 奥秘出现了 福特的决心再次获胜 对这则故事的描绘 也许并不百分百准确 但是对他要指合实质的描 术是准确的 只要愿意 任何希望思考致富的人都可以从中推断出福特 数百万美元财富的来源之谜 你根本不用绞尽 亨利 福特是一位成功者 因为他理解并运用了成功原则 成功原 则之一是欲望 知道自己想得到什么 读本书时 请记住福特的这个故 是 挑出描写他瞩目成就之奥秘的语句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 如果你能 准确指出是亨利 福特致富的具体原则 那么你就能再适合自己的几乎 所有事业中 都能取得与他媲美的成就 二十世纪末的亨利 福特 是比二 盖茨 正如福特通过制造出一种多 数人都买得起 开得上的汽车 从而使交通业发生革命性变化一样 比 二 盖茨通过开发初始每个人 不只是计算机技术专家 都能用上计算 机的软件系统 也使计算机工业发生了 天翻的覆的变化 这种变革后来 使个人计算机成为每间办公室 每所学校和多数家庭的必需品 也给币 二 盖茨带去数十亿美元的财富 使他成为全世界的首富 盖茨最早接触计算机 并开始为计算机编程时只有13岁 1973年 他 作为新生进入哈佛大学学习 在那里 他与如今微软公司的CEO史蒂夫 巴尔默相识并结交 在哈佛读书期间 盖茨为第一台维基设计了一种 叫做Basic的程序语言 上大二时 盖茨过于沉迷于开一家软件公司的梦想 以至于离开哈 佛大学是丹利姑的为实现这一梦想而奋斗 几年前他就和儿时的朋友 保罗 艾伦合伙成立了微软公司 这也成为这次奋斗的基础和平台 他 我们认为 计算机应该放在每间办公室的桌面上 和每个家庭中 成为一种 有用的工具 再 人是自身命运的主宰 自身灵魂的舵手 他应该再告诉我们并且着重墙 掉一个道理 这种力量根本不指望对破坏性想法和建设性想法加以区 分 他会像指点我们按照富足的想法形式一样 迅速敦促我们将贫穷的 想法也变成现实 他还应该再告诉我们 人的大脑会受到其中存有的支配性想法的词 话 这些词体通过任何人都不了解的手段 为我们吸引来同头脑中之 配性想法本质相同的力量 人和人生境遇 他应该再告诉我们 在得以积攒据额资财之前 我们必须用可求财 富得炙热欲望 来词化自己的头脑 必须具备金钱意识 直到对金钱 得欲望驱使我们为获得金钱设计明确的计划 但是 亨利是诗人而不是哲学家 他满足于用诗歌这种形式阐述一 各为大真理 而任由那些追随者解释他的诗句字里行间蕴含的哲学义 一 天长日久 这条真理自我绽放开来 到了今天 我们似乎可以肯定 的说 本书中描述的原则蕴含着支配我们经济命运的奥秘 另一个证明人是 自身命运的主宰者的人 是有时以来最伟大的店 引导演 史蒂文 斯皮尔伯格 从而拾起 他就梦想当一名电影导 演 小时候他就用一架就是相机制作业余影片 而且他的导演梦从未中 断 斯皮尔伯格是怎样进入环球电影公司工作的呢 这在电影界一直 都是个传奇 他去观看环球电影公司的巡回展出 这种展出使参观者能 够一探电影行业的内幕 许多参观者都乘坐电车绕电影公司一周 斯蒂 文却悄悄溜出电车 藏在两个电影棚之间 直到展出结束 当天展出结 树离开时 他已经和看门人聊了半天 病打得火热 日复一日 他天天都去电影棚 时间长达三个月 从看门人身边走 过时 看门人向他招手之意 他也彬彬有礼的海里 他总是穿一套膝 服 加着公文包 使看门人误以为他是属其到公司打工的学生 他总是没话找话的与别人结交 慢慢和导演 剧作家以及影片编导交上了棚 又 他甚至找到一间闲置的办公室 并据位己有 还在大楼名路上添上 了自己的姓名 后来 他认识了当时担任环球电影公司电视部制片主任的斯皮尔伯 格 塞德 施恩伯格 他向对方亮出自己大学时使用的制片方案 这给施 恩伯格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很快便与这位年轻人签下一纸合同 让他在 公司工作 他的第一部组本影片 《苏格兰特快》受到评论家的喝彩并容音 1974年贾纳电影节最佳剧本奖 遗憾的是 其票房成绩并不理想 一年后 他迎来事业上的重大突破 当时 他无意中看到大白 杀一书 环球电影公司已经决心将 大白杀拍成电影 而且选了一 未知名导演负责拍片 斯皮尔伯格特别想制作这部电影 尽管 舒格兰特快 从经济效益 上看遭到失败 但他的自信心丝毫不减 他极力说服电影制片人词退役 精选好的导演 让他负责拍片 这可不是件容易完成的任务 影片的拍摄从一开始就麻烦不断 不 仅遇到了技术问题 而且费用超过预算 然而 大白杀 于1975年6 月供应时却获得了双重成功 他不仅打破了票房记录 而且连评论家也 都对他青睐有加 供应后不到一个月 这部电影的票房就赚了6000万美 原 这个数字在当时简直前所未闻 后来 这部影片豪取5亿美元左右 的收入 在随后几年里 斯皮尔伯格又指导了几部电影 包括快智人口的 印第安纳琼斯 系列片 获奖作品 紫色 和 太阳帝国 他后来又指导了 侏罗纪公园 这在当时可谓是历史上最成功的 电影 这也是斯皮尔伯格打破票房记录的第三部影片 票房总收入 香 硬玩具和其他商品的销售三项加到一起 总共收入超过5亿美元 斯皮尔伯格仍在继续追逐梦想 和另外两个好莱坞的巨匠成立自己的制片公司时 他们称其为梦工厂 我们现在即将开始分析这些原则的第一条 你要保持开明的心态 并在阅读过程中记住 这些原则并非某一个人的发明 而是从500多人 的人生经历中纵合而成 这些人的却积攒了巨额财富 然而他们一开始 却身无分文 受到的教育甚少 也没什么影响力 然而 这些原则确实 这些人彻底改头换面 只要你愿意 你也可以将他们为你所用 为你带 来掌其效益 你将发现 做到这一点并不难 在阅读下一张之前 我希望你首先知道 这一张传递的真实信息 有可能轻而易举地改变你的整个经济命运 因为他已经为文中所述的两 个人带来了惊人的变化 我还希望你懂得 这两个人和我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 就算我想改 辨识时 也根本不可能做到 他们当中 有一个始终是我约25年来最亲 密的挚友 另一个则是我的亲生儿子 这两个人取得的非凡成就 他们 都大度地将这些成就归功于下一张描述的原则 充分证明了这条原则无 处不在的力量